诶 袁姐 你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吓得更多花儿一样 笑口残开 好运自然来啊 看到你开心 我就可以放心的走了 你说你要走了 袁姐 那你是来要那十万块钱的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是来看看你 专门跟你道别的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这么早就走 你看你帮助了我这么多 我都还没有好好地报答你 没什么事 欣欣 你相信好人有好报吗 相信啊 我也相信 希望这一次我能好人有好报吧 哦 对了 我带了些东西 我要走了 我也用不上 你就拿去吧 这么多我不能收的 收下吧 收下吧 这些都是新的 没有用过的 我觉得挺好的 回去的路上拿这么多东西 我也不方便 丢了也太可惜了 你拿去吧 好吧 这都没用过的 那好吧 谢谢你 袁姐 没事 没事 你快坐 好好好 你坐 你坐 坐一下 行 袁姐 你先坐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 好好好 谢谢 你这次走了 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我也不清楚 你还在拍视频吗 是啊 记录一下美好生活嘛 以后想你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啊 可以喝水 好 谢谢 不用谢 慢点喝哦 嗯嗯 还挺好喝的 这是山里的山泉水 现在天气凉了 稍微有点冷哦 不凉 挺好喝的 还比较甘甜 你们这里风景也好漂亮啊 嗯 是啊 这太多了 我没有喝完啊 嗯 没关系 袁姐 就是你给我说说 你为什么要走啊 哎 我也没有办法 必须要回去把事情处理了 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的 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给我说说 看我能不能帮上你 就是我那个表弟 成天不做事到处玩 无所事事的 家里人一直叫我给他安排工作 哎 看在家里人的面子上 没办法 就把他安排到了公司里 我在公司的时候 本来一切运行还很好 后来我走了 公司就叫给他来管理 本来我是拒绝叫给他的 但是破语家里面一直给我压力 没办法 他居然趁我不在的时候 罗用公款 还来用职权 为了把自己的女朋友安到公司 把公司的老员工都开除了 你说气不气人 哦 这样的啊 元琴 就是你之前帮雨果还了钱 我现在家里的情况也清楚 也没有太多的钱 这是我爸爸给我留的嫁妆 你先收下 这里有八千块 你先收下 你说什么 琴琴 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我这次来不是要钱的 而且这是你的嫁妆 我更不能要了啊 你收下 你千万不要嫌少 这钱我真的不能收 琴琴 这钱你一定要收下 你看你帮助我那么多 现在你也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帮你 你收下嘛 快收下 好好好 那好吧 那我先收下 如果你要用的话 记得跟我说 好的 没问题 之前那些老员工还会回来吗 应该没问题 大家跟我还是有感情的 那他挪用了多少公款啊 公司所有的钱都被他挪走了 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那一定很多钱吧 你看我也没有太大的本事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说 我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 琴琴 我知道你很能干 但是他毕竟是我的表弟 而且又是家里的事情 所以说你的心意我心盈了 那好吧 就是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尽管跟我说就是了 嗯 好 没问题 对了 车上还有一些东西 你跟我去拿一下吧 都是没有用过的 不用了 你刚刚拿的已经很多了 袁姐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的 我这里呢 有一个手串 就是从欧美山上求来的 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一路平安 这怎么行 不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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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收下嘛 这么贵重的 我不能要 真的 你收下也不值什么钱 再说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收下 不能要的 我希望你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 你收下 真的不值什么钱 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既然这样 那好吧 那我给你戴上 嗯 好 这手练真好看 谢谢你 嗯 不用谢 也许这样或是错 清清清 你过来一下 不要擦了嘛 没事的 我把这里擦干净 擦干净 你们开回家 我这次走的比较早急 车我就不开回去了 那你回去开什么啊 家里还有一辆 应该涨满了灰尘 对了 这些东西你拿去啊 我回去的路上带着也不方便 我就不拿了啊 这么多东西 你留着自己用吧 哎 没事的 反正都是新的 你拿着啊 我走了 好吧 原姐 嗯 谢谢你 在和你在一起住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关心我 就像亲人一样 真的谢谢你 原姐 说的那么伤感 来 抱一下 原姐 原姐 你到的时候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好 我知道了啊 现在天气冷了 你一定要记得多穿衣服 你也是 大家照顾好自己 好的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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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也许会走 远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 片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人